上个星期,澳美做了一笔交易 我在这里做空 注意,我并非看着历史数据说在这里做空 在这里做多 交易结果怎么样,也不知道 然而我在这里做空的依据是 市场碰到了主力位 主力能不能够挡住上升趋势 不知道 所以我设了止损 这是四小时图 我们现在切换到五分钟图 如果只看五分钟图 你会在这边选择做空吗 当然,只看五分钟图 也看不出有什么做空的信号的 过了半个多小时 五分钟图变成这个样子了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入场之后曾经有过五点的浮潰 然后市场就朝着我预期的方向进行了 虽然市场对我的交易有利 然而我还必须熬过 漫长的等待 而那条四小时的阻力线 能不能够阻挡着强劲的上升趋势 目前还不清楚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单笔交易是没有确定性的 这15分钟图 最终市场证实主力成立 十多个小时之后 给出了将近80点的利润 这是一笔我盈利的交易 交易策略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支撑和阻力位做交易的选择 在这里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确认阻力成功 或者阻力将被突破 而我这次为什么选择做空呢 其实就是猜 在重要位置上猜错了 用止损来控制亏损 好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 我一个盈利的交易 也因为看到了我一个80点的盈利 就认为我交易有多牛逼 其实我在这里做了几笔烧操作 而为什么我会在不该做交易的地方 进行交易呢 很简单 因为我自以为是 这是一些曾经成功过的交易者 最后付出金钱 甚至生命的主要原因 一个亏损的交易者 他怎么亏 也不可能亏到哪里去 只有那些曾经成功过的交易者 才有机会去经历数亿 甚至数百亿的亏损 既然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盈利的交易 希望你可以从这笔交易中有所收获 而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盈利策略 并且正在盈利的话 更需要关注我 甚至联系我 我会分享如何防止从盈利 转入不可挽回损失的方法 我是Fren 谢谢收看 下次见